18年19年好像工具機蠻熱門的 為什麼好像這兩年很少人在談呢 主要是因為2020年之後 我們的工具機的出口總額 其實就跌落到30億美元以內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張表 原本都有36億到30億左右的出口額 但是在20年之後就降到21億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華 其實工具機產業在台灣 其實很重要一個族群 很重要的產業 但是在股市裡面 它現在是相對偏冷門一點 不過在這個族群裡面 赫赫有名的公司也不少 比如說這個雅德克KY 上銀 這蔣家公司是在工具機族群裡面 赫赫有名的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股市專職投資人股市阿水 來幫我們探討一下 這個工具機產業在2022年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去琢磨 可以關注它的投資機會 阿水你好 木華鍋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這個工具機 其實對台灣整體而言 出口是很重要的一個產業對不對 是 因為整個工具機來講 我們的這個屬於機台的出 應該說出口 之前來講是占比非常重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工具機其實好像最近有點冷門對不對 在18年19年蠻熱門的 但是最近有點冷門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樣的機會 可以來看到它朋友所突破這樣子 好 那去年整個出口表現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日本 因為整體來講 大家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們看日本 因為日本的這個工具機 可以說是佔領全世界市佔額50%以上 那可以看到一個最新的統計數據 在2020年的2月 日本的工業機器人的訂單 是年增的將近29.6% 而且這不只只有訂單而已 產額也年增的26.4% 換句話說他不是只有接到單子 因為大家都說單子現在誰不會接 就缺工又缺料嘛 可是日本的機器人 產額竟然可以創下年增26.4% 來到8300多億日元 換句話說這個市場正在蓬勃的發展 而且是全球蓬勃的發展 那原因是為什麼 第一個 所有的老闆這次缺工實在是缺怕了 大家人要隔離機器不用嘛 所以大家也在為下一次的大缺工 積極的這個投入度越來越高 另外呢 自動化的需求也是越來越夯 其實台灣工具機產業最主要競爭對手就是日本 還有韓國還有德國對不對 那從日本我們都可以看到 台灣工具機產業有什麼樣的機會 跟所面臨的挑戰 好 所以我們來說 全球大環境其實不錯 那麼各位以前有在這個操作股票一定知道 18年19年好像工具機蠻熱門的嘛 為什麼好像這兩年很少人在談呢 主要是因為 2020年之後我們的工具機的出口總額 其實就跌落到30億美元以內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張表 原本都有36億到30億左右的出口額 但是在20年之後就降到21億 不過21年在疫情的缺工缺料 還有這個匯率的影響下 我們的出口額竟然是大增了29.1% 換句話說 雖然沒有達到原本工具機產業 認為的三成成長 可是也接近了 代表著說 我們是在逆勢當中 有找到一點我們應該要走的道路了 那為什麼我們來比較一下 日本跟台灣為什麼可以繳出不一樣的成績單 為什麼日本這麼好 台灣卻只能成長29%多呢 主要的一個原因 日本的工具機的企業 他們的庫存習慣性的水位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家在缺料 貨運這個卡貨運的時候 他們本身比較沒有缺料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匯率 台幣在2021年 我們全年是升值了2.87% 但是日幣全年卻貶值了11.47% 一來一往 快15%的利潤就被匯差給吃掉了 你賣100塊我賣85塊 我還沒有賺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短線上面 在競爭力我們的工具機是稍微受那麼一點影響的 不過我們要講到 難道就沒有機會了嗎 對 首先看到2021年我們可以逆勢的 出口而再突破29% 那目前根據工具機的市場大佬他們在看 歐美市場如果在Omicron 還有烏克蘭這個問題不要來亂的話 2022年整個工具機出口 應該還是有望再持續的成長三成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數字就接近 之前工具機非常繁榮的這個30億的目標了 那這點也是我們的機會 OK 那在整個工具機產業裡面的佼佼者有哪一些 我們剛剛講到上銀雅德克KY都是赫赫有名的 那另外還有做機台整機出口的 那哪一些是你比較看重的廠商呢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工具機其實很多種 包括小到零件 但到這個滑軌還有這個自動化機器人 其實都是這個工具機裡面的一部分 那我們就來講到 其實我個人比較看好 而且台灣的這個工具機的公司呢 有一個這個還不錯的機會 就是所謂的這個自動化機器人 因為如果你去拚所謂的工具機的話 其實日本市占率高 品質好 而且價格跟你有競爭力 基本上是比較難打的 但是自動化機器人這一塊呢 台灣的IT能力相對應就比較強一點 所以像是上銀 他目前他的自動化的機器人的營收占比 還不到10% 不過如果你去看他本身他的產品線的話 其實是相對應的蠻成熟的 我個人是認為呢 他是可以關注所謂的成長空間 並不是說已經有接到什麼單子了 但是現在上銀 可以先看的是成長空間 第二個就是像木華哥提到的 這個雅德克KY 他因為做的是氣動元件大廠 那雅德克KY呢 他過去他的財報有一個特色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張表 往年呢 三月份的時候 通常都是他財報最漂亮的時候 都是這個月增率最高 那這個時候接下來的三四月 雅德克KY如果股價受到台股的影響 有那麼一點回彈的話 那麼財報好的情況下 是不是也有機會跟著三月的財報 在四月份 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這也是可以來期待的 那另外一個比較少人 應該不是說少人 應該說比較沒有人在聊了一個新聞 台大電其實去年12月的時候 他才去併購了一家這個美國的自動化設備業者 而且這個花了起來不少 24.7億 那大家會覺得奇怪 這個UI這家公司 為什麼台達電來併購呢 其實UI這家公司 他是台達電的一個合作夥伴 但是呢 因為戰略的一個需求 總個業績來講 台大電的自動化業務 已經是占到集團民收14%了 大部分台大電都講到這個電源管理啊 還有這個其他的電力相關的設備 比較少人講到它的自動化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台大電目前最新的5G自動化工廠 這個圖 是台大電所提供的一個圖 他們已經是整合度非常高 包括AGB的無人搬運車 這大家都有嘛 但是呢 他甚至整合了所謂的MR跟AR 這個最夯的元宇宙的話題 忽然之間跑到元宇宙來 MR混合時勁 遠端你要除錯 你工程師不用跑到現場去 甚至還可以防呆 包括操作員的手勢 這些東西呢 都是屬於他們自動化工廠裡面的一部分 還有這個AR 建產線啊 蓋廠啊 也都會應用到 那我個人是蠻看好台大電的這種 蠻先進的一個做法 同時 他們對於UI的這個賓購 也看得出來台大電對於這個整體的 自動化產業 是有所這個企圖的 好 以上整個供應機產業的分析 包括提供參加廠商的詳細的內容 提供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參考 非常謝謝阿水 也謝謝我們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謝謝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下方的愛心哦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一點 Light Today的理財分類準時上限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